秋高气爽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 但是呢已经有非法业者走私600公斤的大闸蟹 市价超过300万 不管是油炸还是清蒸 大闸蟹的肥美蟹黄吸引老韬一口接一口 因为货源不多想吃到没那么容易 就有业者钻漏洞 17号下午把大闸蟹从香港进口空运来台 被海巡署和海关联合打个阵着 一大堆白色箱子搬起来很费力 这里头用蓝色网子装满数十只肥美的大闸蟹 还不停动来动去挣扎 这是业者用蟹苗的名义申请 但事实上却是沉蟹 想蒙混闯关入境 而海巡署早就接获通报 那10道路货物呢 是这个大甲蟹蟹苗 一共有16件16箱80公斤 那剩下的46箱600公斤的就是这个沉蟹 开箱验货 发现这批大闸蟹重达600公斤 市价大约300万元 尽管蟹黄蟹膏肥美诱人 但是药解没过关 就是不能来台 那里面有一些可能会残留一些禁药 或是致癌物质 那已经这个要送相关的单位来检验 海关检验后确认 这批来自大陆无息的大闸蟹 学名叫做中华荣蟹蟹 性情非常凶猛 一只要价1500到2000元 业者想要趁秋天打捞一笔 谎报民意闯关 结果全被海关扣押 不但一毛都没赚到 还要赔上这批货的成本 中文新闻简正风 黄文宣 谎文报道